國民黨的立委翁曉玲竟然說 林洋佩拿金牌是中國人的驕傲 真的有夠誇張 就請教這個柏亞是沒有看到 小粉紅崩潰 如果是中國人的驕傲 小粉紅崩潰什麼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政治歸政治 體育歸體育 很多人都希望在賽場上 就是用選手的實力來說話 但很可惜啊 中國就是又要用中國的政治 來搞你的體育 真的 在這一次呢 其實只要有臺灣選手出賽的 其實中國都會特地派人去叮騷 在巴黎很多的臺僑 很多臺灣人都拍到有中國人 在那邊叮騷 叫保安去取締這個取締 那個的畫面 那林洋的這個金牌戰 更是變本加厲 因為對手是中國嘛 所以他們特地要防範什麼 因為我們林洋的實力 真的太強了 他們怕萬一輸了理直 又輸了面子怎麼辦 所以在這一次金牌戰的時候 其實入場的安檢莫名其妙 變得特別嚴格 很多網路上的網友 有去看了都分享說 奇怪了 標準還不一 來雙標 左右邊的通道 全部都沒收 左邊的全部都放 好奇怪 那你看大家看到網路上揭露了 很多的圖片 怎麼樣去安檢呢 因為他們看不懂這個方塊字 法國的保全看不懂方塊字 還出動翻譯機 試圖翻譯 最後翻不完怎麼辦呢 隨便亂沒收 只要看到有方塊字 像這個 一個林洋金牌 乖乖 也要沒收 這超級莫名其妙 對不對 而且他這裡又沒有寫台灣 他寫一個泰 也寫一個泰而已啊 你說像我們戴資穎的 戴是不是是TAI 對不對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要沒收 這就是莫名其妙 擺明了就是要什麼 擺明了就是要特別嚴格 來針對台灣 是多怕 多玻璃心啊 非常怕 因為中國就是 囂張 中國是叫做做面子大國 什麼都可以沒有 但就是不能沒有面子 就是說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你踩在外國土地上 你連懷念思念自己的國家 表達思想之情的權力 通通都被剝奪 通通都沒有 而這些是什麼 中國派人在那邊釘燒 說你要取締這個 你要取締那個 就是特別針對有台灣選手出賽的比賽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林陽拿到金牌 我們臺灣會這麼高興 這麼感動 除了祝賀他們好成績之外 真的是給我們吐一口氣 大家來看 為什麼吐一口氣 來 因為升旗的旗幟 並不是五星紅旗 也播放不是義勇軍進行曲 我們播放的是 雖然我們自己覺得還可以再選 更好的旗 選更好的曲 但是至少現在正面其實是代表 是我們在奧運上面 現在這首歌曲 其實很多人以為國旗歌 其實講個冷知識 把他拿去做我們中華奧會會歌的時候 那個歌詞有被改過 甚至連用那個歌詞都不可以 你知道我們臺灣人 在運動的賽場上面 我們是公平的player 我們完全遵守規則 跟人家打球 跟人家比賽 對 可是我們為自己的祖國加油 為自己國家加油的權利 是被剝奪到如此徹底 但即使如此 我們還是揚眉吐氣 對不對 就算別人要來霸凌我們 別人是針對我們 我們怎麼樣 用實力說話 而且用實力說話 說到多大聲 大聲到央視不敢轉播 對啊 超好笑 大聲到央視不敢轉播 因為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照理來說 金牌站對不對 應該要全程轉播 很好看 而且還沒打誰知道誰贏 搞不好中國贏 那中國央視應該要全程轉播 不是兩岸一家親 最後播了差不多四十分鐘 也不得已 不行啊 金牌站總是播一下 結果播到最後頒獎典禮要卡掉 頒獎典禮要卡掉 沒辦法繼續看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到這很多的 這個中國的小粉紅 在後面來揮舞 這種五星紅旗 我跟大家報告 很多的他們的這面五星紅旗 都已經超過大會規定 可以帶了旗幟的尺寸 照說要沒收 因為你帶太大 你會擋到別人 所以其實奧運觀賽 那個尺寸旗幟有規定 結果保全 都只針對蓄意針對我們臺灣人 戴著一個小小的這樣子的一個手板 就要被握收 然後這些超過了尺寸的歧視 就在那邊揮舞 我們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 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這個中國人 還是硬要來吃豆腐啊 不要來蹭好不好 我看到這個 要有點國格好嗎 我看到微博上一大堆人說 沒關係啊 就算這個輸了 還是中國臺灣 所以通通都中國人啊什麼 中國人就去自爽吧 你們是面子大國 怎麼樣都要拗到你有面子 你就去自爽吧 我們有理直對不對 但是最可笑的是什麼 最可笑的是我們納稅人 養的立委 真的 我們納稅人養的立委 去應賀小粉紅的自爽啊 這裡有一位中國的立委 翁曉靈 在微信上面說 狂嚇中華隊王麒麟 李洋羽球雙打 二度奧運奪金 他誰說中國人的驕傲 這個人莫名其妙嘛 為什麼說莫名其妙 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 他在臺灣的臉書FB上 他說他臺灣之光 跑到中國微信上 都說人家中國人的驕傲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臺灣人最討厭 這種叫做背骨 對 你在臺灣的時候 你有本事 你有種你要像什麼 像黃鞍一樣 對不對 你就當你的立願黃鞍 你就在臺灣的臉書 你也寫說是中國人的驕傲 你敢講 我們就敢批 對不對 結果你在臺灣裝 臺灣之光 到外信中國人的驕傲 這種背骨 我告訴你啦 比黃鞍還差勁 真的 至少黃鞍擺明了 就是他就是要當中國人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再看到什麼 翁曉玲 繼續講 繼續講 他繼續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翁曉玲 永遠不會錯 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翁曉玲 這個比你大立委 是絕對不會錯 對不對 他講說翁曉玲說 他就是中國人 不管臺灣對大陸 對誰 都是中國人 他覺得這句沒有錯 不需要刪 好既然如此 我覺得啦 我們跟中國人的差別 就是我們心胸寬大 雖然他越領二十萬納稅錢 雖然他是我們臺灣納稅人養他的 雖然他一路走來受臺灣這塊土地 滋養成長到現在 然後他在這邊 背骨 對不對 一下子在臺灣的臉書 騙臺灣人說 他就臺灣之光 在中國說 他是中國人的驕傲 就如同中國國民黨 在臺灣都會講愛臺灣 去到中國就舔中國 沒關係 我們都知道 以後任何人觀眾朋友 你看到翁曉玲 你就跟他打招呼呼說 你好 翁曉玲 中國大立委 中國人的立委翁曉玲 你就這樣子問候他 因為這是他自己的認同 真的 我們尊重他自己認同 我們改變不了他 但是我還是要希望翁曉玲 大立委 不要叫你真的有多大 人民比你大 你自己要當中國人 你自己去當 跟華安一樣去中國 不要逼迫 我們大家都要被你代言 不要逼迫 我們大家都要被你代言 說要當中國人 你要注意你現在中華民國 臺灣的立委的身份 你講的話 外國人會報導嘛 不然你告訴大家說 你講的這個中國人的驕傲 翻譯成英文要怎麼講 他是李昂王麒麟 他說中國人的驕傲 外媒在報導的時候 他會說有一個 Taiwan legislator says they are the proud of Chinese 人家一看 所以臺灣的立委說 他是 Chinese 荒謬 所以這個完全是造成國際誤解 這個就是我對翁曉玲 最不滿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要當中國人 為什麼要連累我們呢 我們好好的當的臺灣人 不行嗎 你為什麼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連累 我們在國際上的形象 我們願意尊重你 你就是中國大立委翁曉玲 那也希望中國國民黨 可以好好的約束一下 這種不分區立委 我今天看朱立倫還講說什麼 被媒體問到說是我們的驕傲 你就說啊 對 你贊成還是反對 不要選舉的時候 朱立倫自己選總統 打的選舉slogan叫做 One Taiwan 你如果是說 如果說你中國人 你這樣對 為什麼朱立倫你選總統 不是One China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不要再用這種雙面人的方式 試圖欺騙臺灣民眾 因為臺灣民眾的眼睛是血量 對